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看左相互语 我是安东投国的名字 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台股大胺的表现 今天台股大胺的季 就是说从上个礼拜四 创历史新高的一个后续 经过这连续四天的一个压回 那这四天压回总共也拉回 高达这576点 那相对于我想到今天 这个台股的部分 形成一个强势的一个板坛 到今天就收盘收涨一个113点 盘中最多也涨了200多点 那相对于我想就以大盘这个角度 我想我们再等一下时间 再来跟各位做分享 这个部分就是说 敬请各位针对大盘部分 要去特别特别留意的一个重点 那至于就是说操作面 我想我们每一天 特别的话是跟各位做强调 轮动盘就是要高卖低卖 那至于要高卖哪一些族群 哪一些个股 低卖哪一些族群 哪一些标的 我想我们全面性 都是第一时间 事先的一个分享 那当然话 我老师我们在进行 带给各位相关操作 就是唯二的这两个族群 包括像IC设计 包括像电动车的相关个股 那当然话这些标的也一样 全面性的一个事先分享 包括在今天 做记忆体IC设计的这个 3006的金豪科 今天是掌停板所著 那毕竟针对金豪科 我们全面性早在上个礼拜 礼拜四 上礼拜拜四 我想我们从上礼拜四以来 天天邀请各位 每天来求你买 我想到今天做到一趟 全面性的一个创高 全面性的创高 然后又是掌停板 锁住 那当然话 从上个礼拜 礼拜四 那时候我想我们在当时 第一时间分享的时候 买点讯号产生在多少 161块半 我想到今天已经来到 这个196块半 短短 大概才会快接近 一个礼拜的时间 已经拉开 35块钱的获利价差 买一张 你都做了 赚了3万5千块钱 我想即将又是 要放到各位 你的口袋里面去 那毕竟事先分享 想当然而 应该各位 你应该是全面性 我想我们说观众朋友们 你都应该是赚到了 那如果你还是一样 天天在做验证 天天在做验证 因为毕竟我们不断 每一天跟各位做强调 各位 你有一套有效工具的一个辅助 在当时 回撤买点讯号产生 那个当下 你去做买进 一路创高 强势的一个攻击 我想这个获利 才能跟各位会形成 比较直接的一个相关 那毕竟如果说各位 你一路都还是没有错过的话 要不要跟着 沃老师 我们来做操作 我想这个各位 你不妨 可以好好去做一个思考 跟紧脚步 买到赚到 我想这个才是真的 才是真的 你如果说一路还是验证 验证今天涨停 涨停板 如果说各位 你没有买到的话 又是如何 又是如何 我想这个获利 跟各位是 一点点关系也没有 那除了像经熬科 甚至包括 为了说我们在这个礼拜 礼拜一 相关分享 驱动IC的双雄 不管是说 像3545的敦泰 4961的天域 我想到今天 这两两标的 全面性所涨停 全面性所涨停 那尤其像敦泰的一个部分 相对我想我们一样 从这个礼拜一 每天交易买 毕竟在昨天之前 前两天 有做压回 那这个压回 一样都是提供给各位 一个很不错 绝佳上车的一个机会点 那当然我想 以今天这两两个股 敦泰大概过了10点钟过后 就立马涨停板锁住 到尾盘 那天域的部分 是到今天 差不多12点钟左右 才涨停去锁住 那毕竟我想这一个股 全面性 敢买 你就敢赚 我想这样是实际上结果 你要不要跟着我们来做操作 我想就是说 你验证 不断做验证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我想我们的会员讯息 也都全面性 在我们这个Telegram 也都直接跟各位做分享 跟追踪 那毕竟这些标的 都已经全面性涨停 创高了 那重点 各位 你买到 赚到了没有 如果说 没有的话 下一档 下一档个股 一样请各位 无论如何 密切来跟上脚步 那我们再讲回这个大盘的部分 因为毕竟等于是说 最近我想我们就说 历经这个波段 大盘连续四天这样修正拉回 我想这个拉回 月均线去做到叠破 那毕竟 大盘的部分 稍微有一点点疑虑 那什么疑虑 我想我们在昨天节目 都有跟各位做分享过 就是说 以现阶段 这个大盘 它月线扣底 像昨天扣底这个低点 这个趋势依然维持往上 那问题我想进入到今天 月均线的一个扣底 已经越来越逼近 就是说 如果说后续 大盘跟不上去 再快速的 去重新站回 这个月线之上 很有可能到后续 月均线 如果说形成一个 叫由上的一个走平往下 我想到那个阶段点 无论如何 就是说大盘由这个多头盘 转化为一个叫做高档震荡盘 那到那个阶段点 一样要请各位特别特别留意 你会买 无论如何还是要会卖 我想到那个阶段 我们特别特别强调 各位的操作面的重点 反而你要去着重在卖 着重在卖 因为毕竟 很多很多 我想绝大多数的投资本 都是只会买 不会卖 股票你只要有钱 你就会买 那问题是说 拉高 或者是说 跌破停损 重点 我想很多观众们 只会买而不会卖 那毕竟我想针对 像这一两天 包括昨天大盘还在跌 延续到今天大盘走反弹 像近期 砂盘的重点 一样都落在运输钢铁 无论如何 请各位 你不用去杀低 这两天杀回来之后 你不要杀低 近代反弹上去 靠近到 逼近到这个月均线的压力区 你还是要执行 这个叫出托 避开的一个动作 那你要买进哪一些个股 当然话我们这一路以来 就带给各位这两个族群 DG级的电子骨 包括IC设计 包括电动车 那尤其这两个族群 我们提示给各位的策略 一样很简单 我们不带各位去追高 你没想到去用肉 不需要去追 你就把握它的一个叫做 回撤的一个买点 为什么要把握回撤买点 我想这个你不要去追 追高的话很容易套 那问题你把握这个叫回撤的一个买点 后续只要形成放量 做一个急功 再多做到让持续性的一个创高 我想进行我们带给各位 不管像金豪科 不管像这个敦泰天域都是如此 我想这些标题后续 随时都在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创高 那你创高毕竟它骨架 有经过修正拉回 回撤 这个包括像跃居线 回撤有手 那当然话后续 你避开这个拉回之后 持续性在做一个创高 那这样子实际上结果 各位你的一个获利的一个价差 就能够去做到一趟叫做扩大 拉开 各位你的一个获利的一个价差 那毕竟这个阶段点 尤其说我们还是跟各位讲一下 毕竟等于说 像今天这个台股 就是说以线阶段这条月均线 月均线现在已经 由原来这个上弯的这个角度很陡 到目前已经慢慢慢慢快接近走平 慢慢接近走平 为什么会走平 最主要是说像今天扣低 6月25号 17502点 17502 那今天收盘是收在这12 17572 比方说还差了大概70点 所以说你如果说扣低的话 月均线这个平均线 还是维持一个往上 那如果说进入到明天 明天要扣多 明天扣 扣这个越来越高 这个扣我们画一个圈圈 这个上面 每一天越扣越高 越扣越高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像到明天 明天就扣到17590点 如果说明天 像今天是收在17572 明天要扣这个17590 就扣得比较高了 就是说明天 你没有涨到这个17590之上的话 很容易这个均线 就会形成一个 由上的一个走平 甚至我们如果说明天是跌的话 就开始形成一个叫下弯 那下弯的这个月均线 通常就会有一个叫做 驻跌的一个作用 那毕竟我想 这个timing 这个盘也不用太乐观 也不用太悲观 我想我们就是 走一步看一步 因为毕竟市场永远是对的 市场永远是对的 所以说我想 以在最近这个波段 毕竟SAR盘的重点 都是落在航印 落在钢铁 那所以说我想 无论如何 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尤其像今天这个电子股 成交比重已经扩大到 这个46.6% 那相对就是说 以今天电子股 涨快千1% 主流已经即将 重新回到 这个电子股的身上 那包括像运输 运输今天大概跌了3.88% 昨天这连续两天都拉回很深 钢铁又继续跌了 大概1.57% 等于说这两个族群 你相对手中还持有的投资面 无论如何请各位把握这个缓坛的一个卖点 缓坛的一个卖出 那相对我想我们在昨天也分享各位这个线图就是说 以在昨天大盘是跌了69点 那问题 整体IC设计的这些个股 我想红通通 涨停板的加速超过10几档 这是IC设计 整体IC设计 都是红通通 大盘跌 IC设计在涨 延续到今天 大盘继续涨 继续涨 那IC设计这些个股 我想不管像我们刚刚讲的 像金豪科 天狱 甚至包括像敦泰 金燕 甚至包括像这个红康 金鸿 全面性 今天大概还有10档 个股所涨体 那今天全部上市上位公司涨 加速也不过才30档左右 大概三万之一全部都是落在相关的一些IC设计个股 那这个是之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进行 一样电动车IC设计 我想是为二 我们持续性会带给各位 一档赚完再接一档的相关标的 所以说我想这个 针对这些族景个股一样 涨上来之后 如果说你以前没有跟着我们做买进的话 没有关系 我想一档涨完会接一档 我们一样带各位不去做追高 我们就把握它的一个回撤买点 回撤买点需要产生 我们再带各位来做买进 这样会拉开你的获利的一个价差 那包括我想你再进行像这个长榮 我想我们这些都每一天都有跟各位做分享 当时买点在这边 卖点在这边 我想这个价位都讯号都情形足足 卖讯在201块半 请各位无论如何要避开要避开 昨天长榮跌了8%多 今天继续又跌了盘装也达到跌停 又跌了7%多 你如果说你卖讯产生 你没卖到现在已经差58块 一张没买差差到6万 我想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无论如何要请各位 全市场都是它的利多讯息 法说会一样是利多信息 那问题股价一路做修正 无论如何还是要请各位避开 这两天没卖的话 你就静待弹上来 月线已经跌破 弹上去 我想目前月线趋势还是往上 还会把它再拉上去 把握拉上去那一趟的一个卖点 一样请各位特别留意 散装的像新型航运一样 满脸在这边 满脸在这边 我讲这段期限像长榮已经长了一倍多 货柜山巷都长了一倍多 短线上都已经长太多 一样散装航运 像新型航运 长得快捷性一倍 那我想以它今天一样卖讯产生之后 连续做一个压回 昨天跌了5%多 今天有做个创低 收小红 收了涨3% 一样把握 这个月线线在这里 一样把握趁反弹 要去执行 出脱避开的一个动作 钢铁类包括像中红 昨天跌 今天继续跌 官田钢 昨天跌 跌破月线 已经开始跌破月线 昨天跌了6%多 今天又跌了这3.6% 全面性 无论如何 把资金用在有效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的话 现阶段一样 主流中的主流 就是落在IC设计 跟电动车 我想这个是之所以 为什么我们一路 带各位相关操作 都是聚焦 这两个族群来做个操作 那相对我想我们在前天 有分享各位这档个股 2401一样IC设计的就是领养 那领养我想我们在前天 节目当中分享 各位买点讯要产生在多少 38.9% 买讯一到 昨天立马锁住涨停 今天持续性做的创高 那针对领养如果说 各位你在前天 前天买讯一到的那个timing 昨天是涨停板 等于说你没有去跟上的投资朋友们 没有关系 我想买法很多种 那毕竟为了说我们在今天早上 早上为了说我们在每个礼拜 礼拜四 早上这个9点到9点45分 都有这个中天 中天的一个直播 那这个直播当然的话 我们在今天也特别针对领养 这样的个股 分享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针对这档标的的一个买法 如果说你在前天买点讯要一产生 你没有买的话 昨天涨停你追不到 那今天不要再用追了 你就把握它的回撤买点 回撤买点在哪边 在7月13号这边有个大 很长的一个黑K棒 这一根就是说它的高点是42块钱 相对就是说 以这一根K棒 在昨天涨停板 全面性把它越过 小量过大量 这叫温水煮清 就是说全面性这根大量 已经全部换手成功 全部换手成功 那重点是说突破压力 本来这个42块钱是压力 昨天去做突破之后 还会做一趟回撤 那回撤你在今天 前天没买的话 你在今天就挂着42块钱 这个压力 压力 回撤42块钱来做买进 那果不其然 我想今天是一点不差 一毛钱不差 今天最低点 就是打回到42块钱 那到今天收在这个44块7 等于说 你敢买的投资本 今天大概又是7% 6%多 7%一趟的一个获利 就要准备放到各位 你的口袋里面去 因为毕竟 这个买法很多种 那当然话 买点讯号 我想我们透过我们这套工序 都能够很轻松的 来协助到各位 一目了然 第一时间来掌握住 它的买卖点 领养的部分 那另外包括 我们在昨天有分享各位 像被动元件的国具 国具买点在582块钱 那今天也实际性都续涨 今天收在这个591块钱 大概从昨天到今天 大概赚了9块钱 因为毕竟 买就买这种回撤 我们不需要 就用追价的动作去做买进 买一个叫回撤的买点 那甚至为了说 我们在今天盘中 也有特别针对另外一档 IC设计的这两个股 做网通IC的亚信 亚信 亚信应该今天 到中尾盘的时候 买点讯号 做一个正式产生 这一趟一样修正做拉回 一样回撤买点讯号产生 那回撤买点讯号产生 我们依然是第一时间 就直接分享各位 那重点我想这一个股 一样老化一距 不追高 我们就把握它的回撤买点 后续只要形成一个叫放量起工 一放量后 职工 放量的话就会做很快速的一个上工 很快速的一个上工 因为毕竟像亚信 到现阶段为止 月经线重新再站回去 趋势 月线趋势还是往上 代表 以亚信这一档IC设计这样个股 又是重新 恢复为多头的架构的一档个股 那它的前波历史高点 在220块钱 这个波段 创高来到119.5 做回撤 那回撤我想 我们一样老化一句 我们不带各位去追高 你就把握回撤买点 基本面形态 像今年 6月份营收 一样创历史新高 第一季的获利 比去年同期成长3.8倍 不讲这个基本面 好的股票 你也要配合好的一个买点 今天买点讯号 回撤买点讯号 刚刚好做一个产生 一样买这买这种叫多头架构的个股 是针对今天我们相关的分享 那毕竟这些相关资讯 我想我们全面性 不管IC设计的这些像 像金豪科 像天狱 像敦泰 全面性我们都是事先 第一时间分享各位 那如果说各位 你到现在还没有加入 我们这个Telegram好友行列的话 一样你都可以透过我们这个账号 GOOD58168 直接做个免费的加入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扫描 我们这个QR Code 直接做个免费的加入就OK 那近期我想除了这些IC设计 这些电动车相关的一些个股以外 包括我想我们从7月份以来 带给各位相关操作的这些个股 一样党党全部事先分享 那这些个股如何挑出来 我想我们都是透过我们这套 快打部队这个操板 智慧型的操板软体的一个协助 来帮我们做选股 挑出来档数一档到两档 当天7月2号 当天挑出来这两档 挑出来之后我们在9点20分 分享各位 包括这两档都是电动车相关 做CIS 影像感测区的金相光 分享给各位那时候 那当时才多少 163块钱 一路飙到240几 动辄都是6、70块钱的一个获利加差 卖讯产生在224 一样 有买有卖把这一趟价差 61块半买个一张 你就赚6万1 买个10张你就赚615,000块 我想轻轻松松放到各位 你的口袋里面去 那重点我想你一路做验证 验证我想这是赚不到钱 毕竟你要拿出你积极的一个行动 买到赚到 我想这个获利才会跟各位会有直接相关 那卖掉之后我想这两天有形成压回 压回你再留意下一趟的买点就OK 金相光一样不追高 我们把握这个回撤买点 后续再做创高 我想这一趟获利就会跟各位形成直接相关 腾威电子赶快 分享各位 7月2号那时候才143块半 到目前已经来到190几块 卖讯产生在180块半 一样你把这一趟25.8%的获利 获利一样有买有卖才叫真正获利 获利放口袋 卖掉之后就压回 压回一样 静待下一趟买点产生 或者说我们再带各位再赚下一趟 下一趟 一样全面性都是不追高 不追高 涨那么多不追高 让它休息整理完成之后 回撤买点讯号产生 一样再带各位做买进 买进去之后 一样做一个持续性的创高 放量就做一个急功 全面性我想这个 策略面的重点都是如同 都是一般 不断不断来复制这个叫成功的一个获利模式 那7月5号我想我们在7月5号 我们送给各位这一趟 3707的汉雷 当时买点讯号即将做产生的当下 我们就第一时间分享 我们在当天7月5号的10点15分 当时买点 两样要出来 快要产生的当下 我们就直接送给各位 买点讯号产生在79块半 后续一路创历史新高 那为了说我们在前几天也跟各位做分享 它这个波段前波的卖点产生在109 那你一样把这一趟获利先放到口袋里面去 后续我想我们在昨天也预告各位 新的一波的买点又即将做产生 我想这是属于一档超强势表现的一档 转积性的一档个股 今天买点就产生在115 收在这个121块半 你敢买的话又是赚6块半 又是赚6块半 所以你有预告各位 这买点新的买点就即将做一个产生 汉雷的部分 那另外包括像金豪科 我想金豪科这样一样相当精彩 毕竟等于说 不然而是我们在上个礼拜 礼拜四天天白拜洗 各位你都可以到 这个7月15号的11点55分 当时金豪科产生它的一个极短线 极短线是30分钟的买点 我想这速度会比较快 那等于说我们在当天 也一样带先带进我们的会员 一档买点在1.6 1.5 那我们也预告各位 短多买点随即就会产生 那果不其然 在这个 在当时 在这个7月19号 这个礼拜礼拜一 买点 60分钟的买点也做一个产生 那产生了一个后续档的话 这个波段 你高档你要会卖 高档卖到178 避开这一趟拉回之后 回射买点也需要产生 当然的话 我们从上个礼拜四以来 每天交你买 每天交你买 那买到今天 我想金豪科 今天是涨停板 创新高 天天都是收红 天天都在做一个创高 今天已经创高来到196块半 那毕竟我想我们在当时 要各位去做买进的时候 一样前波创高 不要去做追高 你把握这个回射买点 回射到上完月线流手 一样买就买这种多头股 买进去的后续 买点在161.5 到今天已经来到196块半 这个前波高点已经创 已经突破了 持续性在做个创高 那这个是之所以 我们不断还是跟各位强调 不追高 我们就把握这个回射买点 回射回来 回射买点需要产生 我们就带各位做买进 一趟赚完再接一趟 这新的一波的攻击 再做个创高 这一趟的获利 才会跟各位会有个直接的相关 金豪科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在前一个波段 带各位操作相关电动车 红家军的包装正达 前一波一买一卖 先把这个34%多的获利放口袋 卖掉之后做修正拉回 为什么会买也要会卖 那当然的话 这个接战点 一样回射买点又做产生 我们在最近这一趟 也是一买一卖 又把20.3%的获利又放口袋 卖掉之后一样做拉回 拉回我想各位你看一下 今天正达 这一趟修正拉回之后 往拉回的弧度也相相深 等于说这一趟的买点讯号 空方力道又做一个逐日的收减 我想这个最快最快 明天后天 又会产生这一个波段的买点 一样请各位留意做买进 另外包装像同次 同次一样 在前波卖点在27.5% 你避开这一趟拉回的一个后续 这一趟拉回 动辄都是四十几块钱的拉回 买点今天又做一个产生 一样请各位留意做买进 当然一些相关IC设计 包括像天玉 天玉一样都是有买有卖 这一波我们卖在322之后 做个回测拉回 避开这一趟一拉回 五十六块钱 你会买不会卖 当时我们赚三十六块 拉回五十六块 避开 当然我想以天玉买点又做产生 当然像我们在真的这两两标的 我们在这两天也跟各位解释过 为什么我们买敦泰 最主要因素就是说 基本面的状况都是很好 重点是说 敦泰现阶段 月均线又是重新站上去 就是趋势往上 代表就是说 以这两两个股 到目前为止 敦泰已经恢复多头 天玉就算今天拉到涨停 还不到 月线还在上面 比如说这个月平均的成本 还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亏 因为还在月线之下 以这一档敦泰来讲 已经重新 ABC回测季线之后 重新站回月线之上 买就买这种 叫做真正的这种多头个股 像今天敦泰 早上十点就已经锁住涨停 比这个相对来讲 比这个天玉到十二点多 才锁涨停的状况 更为强势 这个之所以为什么 我们锁定这档个股来做买进 那除了像敦泰 包括像金豪科 港款今天都全面性锁涨停 那毕竟这些个股 如果说各位 我们一路事先分享 如果说你一路都没有赚到的话 无论如何 还是要请各位 赶紧跟上魏老师的一个脚步 那我们在今年一样 实际上有提供给各位 这个8888 轻松入会的一个活动 加入会员 你就可以马上用这一套 快打部队 这个智慧警察官软体 然后做各位美人潮水顺利 我们再见 本公司以望之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现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容易 Nurse 扩下轮 第二 Pelp